近日由演员王耀庆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的交响乐剧 培尔金特在上海和观众见面了 别看台上的王耀庆啊 特别一本正经的样子 下了舞台他就瞬间释放真我 简简单单的几十秒 王耀庆就将四个角色分别诠释得唯妙没效 更为挑战的是 在整部音乐剧当中 他一个人要扮演22个角色 我觉得我只能尽可能地去做 做出来可能每一个角色的差异 故事讲述浪荡子培尔金特的经历 几度发家致富 却又从腰缠万贯落魄到身无分文 一普生由此探索人生命题 主题严肃却表现得幽默讽刺 培尔金特里面书里面的幽默 他保留了 然后再加上有这么强大的乐团演奏的乐曲 作为这个后盾 我想从至少三岁到三百岁 就能够享受这样的演出 当然台上是风度翩翩的艺术家 到了台下 王耀庆就更显得放松了 聊天也是金句频出 我从小就希望能够有一个 能够看到我想找到的东西 就是不管它在哪里 它会发出一道只有我看到的光芒 三个词形容自己 来 吃货 无聊 还挺无聊的 我是不喜欢吃什么 那很多 清蒸的臭豆腐 榴莲 任何会发出异味的食物 太辣的 太咸的 酸的东西不吃 描述性的问题尚能认真回答 到了选择题 人家就开始不按套路出牌了 只能选一个吗 无所谓 都可以 同时 只能选一个 都可以 就是不洗澡也没手机也可以 当然 以上都是还算正经认真的回答 接下来才是真正脑洞大开的时候 我问的是上午还是下午 你觉得最帅的时候是几天 睡着的时候 为什么呢 你就看不到了 一杯没喝完的真的还是什么垃圾啊 不知道啊 嗯 我卡在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是 你是什么垃圾 我就卡在这里了 记者张璐 上海独家先放报道 我卡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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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卡在这里了